那在过去这几年 我们国内有很多新的消费品 对吧 比较出名的像美妆啊 对吧 一些什么青色品啊 包括一些食品啊 总物用品啊 那像那个 今天夏天嘛 防晒服卖的特别好 什么什么胶 什么什么的 那个是吧 说是200多 然后结果呢 他的东西呢 跟这个现在的这个 呃 自欧很像的 只是抓营销 抓销售 两头都丢出去 给到这个工厂 那工厂老板 那自然就 某交同款 你卖300 我买200 不 你卖300 我卖50 一天卖10万件 然后满大街 然后最有意思是什么呢 最有意思是 有一个媒体采访的这个老板 也采访的这个消费者 减掉那两个标 减掉挂牌 然后这样的看 他说 看上去差不多嘛 摸上去也差不多啊 是吧 急感差不多 那对于我来说 嗯 没有什么区别啊 啊 200多块钱跟50块钱 那我卖50多块钱就好了 毕竟现在生意不好 是吧 大环境 消费降级 那这里面就出来了最大的问题了 原来我们的亚马逊的卖家 我们都说亚马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渠道 非常优秀的渠道平台 但是 亚马逊现在打的高性价比 亚马逊的平均客单价 应该大概是50到100美金 对吧 然后现在拼多多 特姆 现在杀的这个群人群呢 是20多的 独立战呢 这高一点 100到200之间的 那问题就来了 现在发现这个 你不想卷入价格战 你不想卷入这一种内耗 他们自己卷上门了 这也是为什么自欧在上市前后三轮被自询 也是这也是为什么自欧这种家居的互联网品牌 会比自己你的研发比例少得可怜 你没有深度的供应链少得可怜 你的所谓的技术也是少得可怜 然后你大量的是通过营销费用 30%多40%营销费用推出来的 那面对市场变化 面对汇率变化 面对消费者变化 你怎么去保证你的这个营收 怎么保证你的核心进行里 反正之后打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扯淡的 Wiver他上市了 恭喜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今天只是回到一个 做一个公司 做一个家居公司 做一个家居出口企业 我们去看自欧 他今天上市了 他走过了成功的路 有哪些路 我们使得去吃参考的 思考的 首先你不能成为另外一个自欧 因为他已经把 把亚马逊的坑位给坑死了 战死了 是吧 这最可怕的是 亚马逊的坑位 已经被他们霸住了 兄弟 你原来想去用高性价比 打他们 结果发现来了个更强大的 极致性价比 9块9 包油 你那个还是99块钱 他9块9给你包油 你怎么玩 玩不过 他不是刷单了 他不是搞事情 以前要不出现过这种 还有更要命的是 消费降级 地缘政治影响 贸易战 发现我们现在的 中国的家居 家居出口的竞争力 在下滑 怎么办 不能做一代币 对吧 所以最近有很多朋友 去东南亚了 这里面就带出 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 就是 消费间级叠加贸易战 在印尼建厂 甚至卖货的 中国家居卖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